接下来我们关心 原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案犯下了 循私枉法判逃滥用职权受贿四项罪名 周二已经在四川成都开庭审理结束 但是根据中共喉舌媒体新华网报道 王立军被指控的判逃和滥用职权罪 已经提前一天不公开庭审 那么在成都市检察院的指控书全文当中 却都没有提及薄熙来 那么再提到王立军包庇谷开来 以及叛逃罪名的时候 却使用了情节特别严重这样的字眼 对这两项罪名都与薄熙来有直接的相关 分析认为这对于薄熙来的处境不妙 根据中共官方说法 王立军对被指控的四个罪名及基本事实 没有提出异议 他的辩护律师王运彩 以王立军揭发了他人重大违法犯罪线索 为有关案件查办发挥重要作用 有重大立功表现 为王立军做罪亲辩护 分析认为 王立军是公安局长 查办谷开来杀人 本是分内职责 知情却不查办 就是循私枉法 哪有因为揭发谷开来 在循私枉法罪中 从轻了一次 又在总罪判决中 减轻或免除处罚一次 因此 所谓有重大立功的其他案 指的绝不是揭发谷开来杀人 重庆律师熊黛英指出 薄熙来案才是最大的案子 是这出戏的主角 谷开来和王立军定罪 只是薄熙来案的前奏 审理王立军案 难以和薄熙来做切割 相较于稍早审理谷开来 18号开庭时 境外媒体都被统一 安排在中院的门口 不得入内 而从报道视频中也可窥见 法庭内媒体少得可怜 时事分析家曹长青指出 这次审理王立军案 和审理谷开来的性质一样 是政治审判 不是法律审判 他认为 谷开来案之所以公开审理 主要是因为谷开来本人 在开庭时 愿意完全配合 说明在开庭前 已经达成协议 分析认为 按常理 王立军夜淘美领馆 和薄熙来直接相关 是众人皆知的事实 王立军为何和一手提拔 他的太子党大员薄熙来反目 反目之后 为何把逃入美领馆 作为活命的唯一途径 这都是中共在审判 王立军案件中 无法绕过的问题 新唐人记者徐峰振兴 采访报道